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厨师把烤好的奶酪切下的那一刻 有几个人扛得住这种诱惑 TOP 2 郑多日本铁板商 这家铁板商每天生意都非常火爆 很难有不排队的时候 我们看到做法非常简单 先将铁锅刷上油 再将铁板加热 然后放入牛肉 豆芽 玉米粒等配菜 然后就可以放调料 用铁锅的温度慢慢让食物加热 保持食物最美味的时刻 光听声音已经让人流口水了 TOP 3 韩国铁板蛋奶酪煎饼 看着好Q弹 好想咬一口 鸡蛋煎饼小编都是天天吃 韩国这家餐厅突发奇想 将鸡蛋和奶酪混合 然后放到铁板上煎烤 这咬一口会是什么感觉 当煎到惊恐 我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 TOP 4 奶油香蕉煎饼 说到煎饼 这家香蕉煎饼也是让我馋得不可开交 先将和好的面糊弄到铁板上 然后梯子木棍将其涂抹均匀 然后准备好香蕉草莓等辅料 先抹上巧克力酱 涂抹均匀后放上各种水果 最后打包开吃 美味 TOP 5 印度火烤三明治 做法太过讲究啊 说到印度美食 那真是黑暗料理大锅啊 各种想不到的吃法 各种你不敢吃的想吃 一个三明治也能开发出一整套工具 看看这个火烤三明治 你别说还真的挺有意思 先将面包片放入芝士 洋葱 西红柿等辅料 然后直接放入一个铁钳上加住就烤 本因为这次能做出我想吃的 当印度小哥拿出报纸的那一刻 我放弃了 好了 本期美食探索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也吃吃货 请跟随我们的脚步 一起探索全球美食 谢谢 谢谢